欢迎收看这个礼拜的关键新闻 我想这个礼拜住在台湾西部 特别是中南部的朋友 大概都会很清楚地感受到一片雾茫茫 我一出门的时候 在11月26号这一天我一出门的时候 我想说这个到底是雾还是买 其实有时候其实是常常分不清楚的 但是其实从一些相关的数字 但是相关的这些 这些侦测当中也很清楚看到 这个其实就是一个空污 就是一个埋害 那这几天的这种埋害的问题 非常非常的严重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一则的报道 台湾西部有看见都无无 两件度相当的跌 今天早上10点 台湾西16个空气品质感染站 有10个站的AQ的GBO都超过150日 特别黄色的典型 在台湾西部的空气感染车 所以减格特到160日 民族都民会感受到空污严重 又给港车150万千瓦 因为今天早上整个西半部 中南部地区那个湿气非常的重 那加上扣散条件不加 物加买的结果造成能见度非常的糟 台湾西环保玖表示这两天风格力 加上湿度管 因为大气因素 尤其中央表现因为大气因素 尤其中央表现 尤其中央表现 因为大气因素 尤其中央表现 正苗到高平的空气品质都不好 岛南加伊台南的切斩 AQ的GBO也都达到166以上 白时暗时开始的白风 还有客人带来台湾的空污 提出民众要够注意 如果是要多出尽量要在水晶 希望大家在这一个所谓的买害比较严重的时候 不要在户外活动 坦白说这样的一个做法当然是一个提醒 可是说实在的 它并不是一个完全治本的方法 因为即使你不在室外恐怕只是一时的 但是你还是要走出到户外 那难道户外的空气 这些空污也有可能会漂到室内 所以根本的解决问题 方法当然是要去解决 整个重新的检讨台湾整体的能源政策的问题 那也跟这个能源政策有关的一则新闻 也就是在11月11号的这一天 其实在南部或在很多地方 也都开始就有反对空污的行动 我们来看下面的这一则报道 观团提出礼拜三的空气品质感触度 制作中央政府在台北市 是一片历史空气非常好 但是中南部山出现 红海和感染色 人民受到空污的痛苦 我们没有比中部更加厉害 台中火力电手 小团基礎虽然久 还没达到30年 但又向昌特电手 四部基礎远转超过32年 危害更大 宽团基礎 南韩中青南道地区 把小团电手 逗业的日韩 为30年 降到25年 丹麦超超临界电手 远转15年的逗业 但要看台湾超过30年的老基祖 远转的远转 经济部你的责任不是把你没有长期以来 没有在做产业转型的这件事情 推给好像是现在环保署的人 要你们观察 台南回应 昌特电手 去年发出150亿导电 共用375万的家庭 全年的用电 共现真大 目前几月是2020年 改年期基礎 发出第一导电 今年我们电共电 后才能推动 收拾基礎的徒业 台南共丘 昌特电手 到达英 到超过300亿来改善恐怖 日新的 冷气基礎 还没发展进程 不能秤菜的停掉 收拾基礎 但宽团坚信 健康不及 要在11月11月 走出街头的时候 继续合用 昌特电手 马上突压 记者 您就没等信任 台北报道 对 其实已经连续好几年 我们都在发起了 反空污的游行 也不能说 我们的政府完全不重视 的确是有一些 是有一些改善的 这个地方 可是我们看到 在有一些的 这些厂房里面 它其实还是用这种 燃烧这个 争议性很大的石油胶 或者是在做这种 所谓火力发电的时候 其实在整个排放标准的 这种管制上面 或者在使用的原料上面 其实都会对 这些有很大的污染 而不去用比较好一点的 这种蓝莓的原料 或者技术的话 事实上 这空污的问题 会非常非常的严重 当然有很多人会觉得说 这个空污的问题出现 那是不是这个 因为这个火力发电的关系 那就要回到一个干净的能源 就是去主张核电 那当然这是一个 可以讨论的公共议题 不过的确核电有很多的问题 也除了这个安全性 是一个很大的顾虑之外 有关于这个核废料的 这样的一个问题 也是一个长久 很难很难去处理的 所以最近也因为 这个蓝莓的核废料问题 又再度的搬上台面 我们来看下面的这一则报道 核废料对蓝莓人的最大影响是什么 是让蓝莓人有免费充足的电力 以及医疗跟教育资源的补助 其实很多蓝莓人都知道 没有健康危害 以和养绿公投领先人 黄世修上周 在静怡大学演讲时的 这一番言论 引发原住民代表出面举行计较会 痛批他歧视 蓝莓居民也是原名会 达武族群代表西南马飞福 说感到极为愤怒 黄世修也提及 十多年前 政府打算将核废料牵出蓝莓 但因回馈金谈不拢 蓝莓人反而让核废料继续放着 原名代表驳斥 这种说法完全与事实不符 但黄世修认为该道歉的是反核团体 他们不断利用与消费蓝莓 黄世修表示 他支持蓝莓人将核废料签出的诉求 但不能接受签出后 还要蓄领回馈金 但原名团体认为 黄世修的论调显现了不具转型正义 与侵害人权的心态 除了澄清造谣言论 他们也不排除有更激烈的行动 记者里面 陈信龙张光宗台北报道 说实在的 我看到这些新闻其实有点难过 特别是在一些反核 永和的这些朋友上的这些发言里面 除了在这种对能源政策上面的一些不同的见解之外 最让人家这种难过 或者是最让人家觉得愤怒的事实上是有关于这些 这一个在于 特别是对南宇居民的这种 把它当做二等公民 或者是觉得 我们已经给你补偿金 给你这些补偿费已经很好了 你们也是因为这个补偿金 补偿费 才去做这些 又让这个所谓的核废料放在那边 可是如果你真的到过南宇 或是看过像很多公司 或者供过的一些报道 你会发现这个核废料问题 在当地是引起非常非常大的恐慌 那甚至这个核废料外泄的问题 也有实有所闻 所以很多时候你还要再考虑一件事情 就是同意常常是在一个被同意的情况 也就是他并不是自己愿意的 而在很多的时空条件底下 在权力差异的 不平等的状况底下 他被迫去接受这件事情 你不能在久而久之 或者过了一段时间就说 你看你当时就是统一了 你这样做是活该 而且我们给你补偿金 我想这样一个说法 是非常非常不厚道 甚至具有非常严重的一些 歧视性的这样的一种观点跟看法 以上就是这个礼拜的本节新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